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想不起来了 这儿曾住过多少人家 好想有白发的爷爷奶奶 还有几个大叔大妈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他们为什么总是哭啊 吵啊 说呀笑啊 反正我觉得 他们可好可好啊 作词 李宗盛 缘子里的花 写了又开了 树上的青鸟醒了又睡了 打开门窗吧 打开门窗吧 天儿 我过着 不会再想了 打开门窗吧 我过来 都不得了 我过来 就不得了 我过来 打开门窗吧 我过来 我有空 就不得了 我过去 你也不不得了 我过去 回去啊 您给我来一句 来来来 你这花生米多少钱一斤啊 六块 来来来 同志 我是工商局的 这是证件 你看看 不不不 不用看了 你知道不许偷着做小买卖吗 知道 知道 你这是违法的 你知道吗 知道 看你这样是头一回 如果下回再让我碰上 事情可就不这么简单了 你这叫投机倒把 花生米关价六毛钱一斤 你卖六块钱一斤 这合适吗 这 这关价是六毛 可这市面上快两年没见到 按规定 你的称没收 你的花生米按照关价拍了 你没意见吧 没意见 没意见 大家注意了 这花生米六毛钱一斤 每人一斤拍完拉倒 来 拍吧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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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乱 拍对 拍我后边 拍好 拍好 我来 我先来 拍好 好 喝事了 我说同志 您可太有学问了 您想想 这些头一刀把的坏分子 要及时把他们给收拾了 咱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撑拔准了啊 嗯嗯 叔叔 您可真帅 大家伙可都快点啊 嗯 那小盘盘 啪着明亮 嘿 这小子连屁都不敢放 赶紧把花生人给递过来了 嘿 哎呀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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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没了没了啊 走走走吧 来 哎 叔叔 您那个我说 哎 哎 哎 你们工商局招人不招啊 哦 不不不不不 哎 那像您这样呢 家里横着缺不了花生人吃吧 嘿 那哪成啊 按照规定啊 我们一两花生米都不许买 嗯 哦哦哦哦哦 对对对那当然了 哎 您这下边奔哪啊 我就跟这片转转转 我给您拿上吃 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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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人 还真有点意思啊 哎 我这人哪 就是随和 啊 要不是家里人拖后腿啊 我参加革命比这走 哼 哎 那那边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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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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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自打上回您说了我一回啊 打死我都不敢掺和这事了 哎 今儿怎么那么闲的呀 啊 这又累了 跟你这儿坐一会儿 哎 好好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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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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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师傅 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 哎 这一把剪子 吃遍天下呀 哎 这小小裁缝铺 旧城闻名啊 哎 我跟你说啊 北京市有头有脸人物 没有啊 不往这儿送活的 哎 哎 哎 齐白石知道吗 啊 哎 哎 大花家呀 哦 开追悼会那会儿周总理都去了 哦 哎 齐白石的衣服 嘿 棉袍 小夹偶小罐 布袜子 都是请高师傅做的啊 哎 哎 嘿嘿 挺好 哎 我跟你说啊 老夫子啊 脾气古怪 家里呀 有的是钱 可就是啊 做衣服从来不给钱 这是 给画 啊 啊 真的 这 是啊 我说这 哎 我还能梦你啊 好 高师傅 拿出几张画来 让这位朋友啊 开个眼 好 好 你瞧瞧 瞧啊 瞧啊 我这儿取走了两件丝棉大袄 一套棉袄裤 一件照裤 一顶封帽 过了不几天啊 就打发家里人送来了这幅画 哦 你们瞧 好 这小虾面画得多有味 哎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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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点啊你 这 这 就画这么一小虾面就完事了 啊 这这 就这虾面有这么值钱 甭说话了 就那点衣服 给你盖这么个章子 都支 哎 慢着点啊 就这 就这么直接跟二大小这么一串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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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学长 走 跟我回车里去 有事 我问偶票 我问偶票 走 关后门 我问偶票 收敌学生 麻烦你跟我上趟总战 凭什么上门 凭什么 就凭你画的这张假月票 手艺不错呀 可是你忘了 水彩画的东西不能招水 一招水就花的了 多的能耐啊 工人叔叔给咱们织布 农民伯伯给咱们种粮食 解放军叔叔扛着枪 成天站在边江上保护着咱们 生怕咱们受了外国人的欺负 咱们可倒好 小刀子 小剪子 小学在核 嘿 趁老师一拉空的功夫 画张假月票 开车 对人民政府我是十分依赖 用不着严刑拷打 也不用着使美人计 没等大人问几句 我就全招了 这月票是谁画的 不是我画的 跟你说话呢 不是我画的 不是你 那是谁 要画也是渣柳爷画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渣柳爷是谁 我爸的朋友 你住哪儿啊 小顶糊涂 走 你领道 我呀跟你去派出所 走 深名大义的渣柳爷 深知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的道理 自从与自己的混蛋嫂子西公娘娘翻脸之后 渣柳爷呢 就做好了随时去慷慨赴死的准备 他将作案工具以及事先拟好的罪以招 马放在了书案上 诸事办妥之后 他打算起草一份告小景胡同同胞书 贴在胡同口 以图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赵六爷 忙哪 你怎么来了 有事儿 看见你说的 没事儿我敢来找您吧 您这么大学问 六爷 不是我捧您的 可是咱这南城讲学问论人品 你都是这份儿的 要是论学问 咱们这一天和二爷也不软 和二爷再不软 跟您这一笔也差着一节量 您有多大名气 您自己个儿不清楚 那回我在西城一岛堂里泡澡 我听着有人提您 好 六爷 我一直想跟您拜师来着 给您套点学问 那是1950年吧 是 是 那是1950年 我那橡皮千笔盒子都预备好了 当时我还跟您预备一只酱鸡 两瓶二锅头 这刚一出门啊 我碰上俩派人 我刚一出门啊 派人所去俩人 把我给送查电动场去了 你说那人都缺心眼 求我去给他们讲讲 你今儿到我这儿来 是想要我几个字 洛爷 我找您呢 不大点事 一点小事 这点小事 要是搁别人身上 非得急得上吊 可在您这儿呢 就跟摘根韭菜那么容易 我求您给画几张画 画画 画什么呀 什么省事您画什么呀 您呐 哦 我这儿有块烤鸡鼠 您先把它吃了 吃了咱再谈 我这儿忙着呢 你把正事说了 说完正事咱们再说别的 洛爷 我呢求您画几张小东西 除了小筋小虾面 您画什么都成 比如说画这个 画把照亮的 画这个苍蝇拍子 画点这个切菜刀 画点弹云也成啊 再不就画把粉丝 画成烙饼 您看这杂子纸 这一张纸画一样 那东西呢就画在这 这这 这左下角这这杆栏这儿 画得小小的 就画得跟火车盒 那么大就行 这纸啊都给它空出来 那 那这不都成了洋画了 干脆一张纸才八块 一样画一个 别 别去 千万别去啊 那那空的地方越大呀 越值钱 六爷 这反正你们这画画的人 是不是都特有钱哪 您甭晃脑袋 我绝不跟您借钱 我来啊 昨晚上啊 我陪工商局的朋友啊 去那个裁缝家串门 那裁缝啊 拿出两张画来 挺大的一张纸 上面画俩小虾面 不大点儿 就跟那苍蝇差不多大 高尔士仪画家给他画的 这么一破画还挺乐的 那 就那几十亿上 联工代料得多少钱哪那个 赶紧人那画啊 是按纸子卖 我偷这量了一下 那小子那画啊 是三杂半 我量这纸啊 是四杂 比它长出半杂去呢 你还没听说呢 还有鞋子呢 那画画那小子叫什么 姓齐 齐白石 可不是白给吗 姓齐那小子 在那画上 盖这么一手窗 也就直接盖这么大小吧 好嘛 为补这么一戳子 做两身大褐 要这么着 这事也太容易了吧 这兜里穿一戳子 走进早点部 四两包子一碗炒干 回头完事儿 拿出这戳子 碗纸上这么一摁 一摸嘴 走人 走进饺子馆 来半斤炒饼 一升啤酒 完了事儿 掏出这戳子 这么一摁 走人 这不比开银行得劲啊 刘爷 您手上来 过几天呢 我去给您养养名去 那画虾米的老头子 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 跟那裁判蒙子一愣一愣的 等您把这几张画啊 帮我画完了 我找一大地方给您试试去 万一咱碰上一傻裁判子 是不是 等汤出道了呀 那时候我再把您给搬出来 行了 把东西放这儿 过两天来取嘞 得嘞 六爷 我听小九说 您给咱这南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每人都刻了一张子 我也算一号吧 是用您一块 这 这 那我这也搁着 拿去玩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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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这儿等一下啊 同志啊 是在这儿吗 好就在前面 哦 哎 哎 不是小曹同志吗 你怎么在这儿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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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啊 这儿没紧事啊 该干嘛干嘛去 扎先生 您在家呢 这是公企五厂的治安科长老刘 这是分局的小舟 我们来找您 主要是想核对两个情况 这张假月票是您花的吗 那儿呢 你还要去做什么 我去做什么 你还要去做什么 你会去做什么 这儿去做什么 我去做什么 日后必定会成大气候 那您也不能这么干 这怎么了 全北京城有好几百辆汽车 多这么个十来岁的孩子 他险都不险 您这样做可是犯法 还有一件事 我们在梁殿 在梁殿和附近的食堂里 都发现了少量的假粮票 我们没有根据证明是您画的 但是通过画假粮票的事 我们想到了您 如果是您画的 您这会儿承认 我们算您投案自首 不用误查了 是我画的 找回答案了 我再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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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吴大叔, 你的鞋怎么着呢? 早就给你修好了 好嘞 一共一块四 得 我活上去了, 今儿我见卖了 有什么意见, 您就写 这一串, 一块四个打不住 您这怎么着啊? 您这当鞋去了怎么着? 齐白石, 一小车, 两件毛疗褂子 您还怎么着? 要不, 我再给您按一个 滚一半去 我说, 还跟人齐白石比呢 整个, 整个一会儿试血啊你 真不识货啊你 干什么干什么? 这不是 一边去, 一边去 六爷吧这不是 六爷 您, 您这是, 您这是干嘛去啊您这 六爷 公差 我出两天远门 您这话怎么说的 我让六爷 我, 我 六爷, 我那画 你回来再说吧 我 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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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 你 你 带 你 带 你 小曹同志 好 你看看 这小景的事啊 再不抓抓 得出大乱子 你看看啊 这画假粮票的吧 散布滴滴趣味的 开吊车撞人的 到万庄黑市上倒他买卖的吧 外加上历史上有问题的旧警察 从良妓女 开过良店的小业主 香港台湾的什么亲属 也打对 你看 我数了数 去过万庄的 老公是七个人 小曹同志 你可真够细致的 你看看吧 去委会的干部都戴这样的头 你让人家群众怎么办 是不是 这有这事 一般都是头天夜里动身 第二天早上五点来钟回来 这样 哪天再有情况 我提前给您打个招呼 你呀 起个早 站在派出所那儿 门洞子里头 就能看个一家二厨 有限制的开放一点自由市场 上面有着精神 可是 居委会的干部不能缠合 更不应该投几刀把 快拿去 快拿 我说 你们看见你妈拿东西 可不准出声 听见没有 知道了 好 鸡蛋 有鸡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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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点儿 风筝 都分了吧 大人孩子 一人一个 今儿个 就算咱们过年了 好 好 鸡蛋 拿着 大姑 我打小不吃鸡蛋 你瞅有子也不长个儿 这鸡蛋就留给他吃吧 妈 吃了 自个儿吃了 吃了 郡公 我不吃了 吃 今儿啊 你这个小垮侄子 他呀 就是把这些鸡蛋都吃了 也不太蹿个儿的 那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小的时候让粪桐给孤死了 家祥 你怎么不吃事呢 那也不是什么秘密 我差点把这宝贝儿子装粪桐里给扔了 我就说就是宝贝儿仔变得死了 我都吃点了 你吃点了 我都吃了 不吃了 我才叫你 古人有话呀 夫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义 说中国话 哼默唧唧的 像毛牙似的 瞧瞧人家 多热闹 再看看咱们自个儿 每个孩子爪子的 不像家的人家呀 见天见 天一黑就算被窝 快睡傻了 我说话不是刺激你 像我这样的 要是脱身在旧社会 并说二方了 三方四方背不住都取了 你取呀 我也没拦着你 就是你 你转过来 你转过来呀 败费劲 我说 我跟你说啊 就照你说的 明日早 跟你大哥商量一下 把曾福过几过来 就要曾福 曾福老实 照里说 咱们也应该过几老二 老大确心眼子 老三招人讨厌 如今 我想好了 家有梧桐树 不怕招不来凤花鸟 怎么样 给小妮子和曾福 切个娃娃亲 那还不得摘了刘嫂的心尖子啊 你 十个老的九个篇 我看刘嫂啊 她最疼的就是小妮儿 我也没跟她说 再者说了 小妮儿的亲节亲妈是许六 小妮儿和春喜儿 凭什么 凭什么她都护着 她自个儿有儿有女 姐夫儿娃娃亲 来了个小妓儿 这五八年打场架 又领走了小妮子 那场架 是我打的 结果 结果刘嫁把孩子弄走了 我成了卖胆的了 再者说 那小妮是要不丢 她 他们刘嫁的香火 那小妮儿就革不下了 她 在这儿说了 那小妮子 是多可人疼的姑娘啊 咱们要有这么个闺女 拿什么劲头啊 醒了 醒了 就这么定了 咱们过几十增福 给增福和小妮子 定份娃娃亲 那点面 我早就想好了 这点面 比白面大烟都金贵 我是喝着老脸才弄回来的 真要是让同事瞅出来 给我几句 我得多挂不住我 这点面咱们一丁点都不能用 向方设法 让她吃在小妮儿嘴里 就如同咱们支援了灾区 活了四十好几 你做起贼来了 这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要想要孩子 就得真疼人家 这是我的经历 我做了什么事 我得到了 你看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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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踩 你走 你走 地 我踩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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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干吗 我呀 我再把这俩套修 再接出媳妇来 李福尼 正好一双鞋面 清李福尼 你没听人家说呀 要想翘 三分翘 脚下没鞋 穷半截 你看 清面皮底 要多翘有多翘 大老远的 您来看我 还拿着东西 您自己搁着穿吧 我穿不了 我脚肥 没听我们瑞峰说吗 我这脚啊 叫白鼠脚 这块料子扯的时候 这块儿就小了点 撒官俩早的 又不是正义给你买的 来 嗯 石嫂 您今天来有事吗 你还真说对了 大妹妹 我事啊不是啊 不登三宝殿 合着我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了 那得 那好 我走 哪能呢 您什么时候来我都高兴 结了 我的大妹妹 我跟你说呀 我今儿来 看你还真有点事 你说 你搬出去两三年了 你们小妮子就这么着了 这块儿 你怎么这么着呢 你真不要他了 不是我不要 是他不跟我 在街上不经意碰上我 老远的 他就扭头 那孩子 越长越水凉 人是人 个是个的 肉皮子白净 挺大俩眼睛 心眼细 会疼人 这老话说呀 人有命管着 你说这孩子要是跟了你们 两口子一根苗 要星星不会给他月亮啊 何至于遭这份罪呀 那么尊个孩子 都成了大眼灯了 那么说 刘家对我们小妮不好 我说傻妹妹 那能好得了吗 小妮才吃几口啊 还不都便宜那刘家小子了 抓棍啊 我老追着她 都叫妈 不一样待成 我看呐 你得把孩子要回来 跟他要啊 不为过 他不仁 就是咱不义 过些日子 你要是忙啊 你要信得过我 把孩子我给你带着 对不对啊 再说了 那留着那么多孩子呢 凭什么都绕着圈着的拔起来啊 要 跟他要 好 我嘴上不说 心里后悔呀 就为搬那么几句嘴 画赶画的 逼到那份上了 孩子你们临走 我搬家 打掉了牙 往肚子里咽呀 我呀 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从那么大点 我就拉扯着他 别说了 甭说是人 就是小猫小狗 他有感情不是 可这会儿再往回药 我拉不下脸了 一天到晚 我一个人 守着个空屋子 摸出来摸出去 老跟掉了魂似的 比做监狱都难受啊 其实 我何尝不想他呀 我何尝不想他呀 我就是脾气不好 您瞧瞧 光这鞋 这真是二行千里 牡丹忧啊 可惜了这份心 就为搬那几句嘴 孩子给了人 话说回来 要不是小黄子那个兔崽子 那么掺和一下子 我不会一甩手搬出小井 跟他要 我跟你说啊 瑞丰他大哥说了 要把他们家的老二曾福 过去给我们 你赶紧把小妞儿早点接回来 咱们俩呀 接成儿女亲 多好啊 孩子要回来 跟你们家曾福结亲 那么说 小妞儿明儿个就得给你当儿媳妇了 合着绕着弯儿 孩子又归了你了 你们家曾福不就是菜市场卖鱼的那个傻小子吗 走道有点顺品 俩眼儿都少有点对对着 说话 缺心眼儿有点大舌头 那孩子时尚 你们两口子那小算盘扒了得真细 当年要不是你挑唆 我们小妞儿不会知道我是她后娘 她不会跟我那么生分 也不会弄得我们妞儿俩成了冤家对头 咱们那个院子 你是个惹事的根苗 我 这么大老远的跑这儿来下区 又来把我跟刘嫂拴对 打劲儿起 不许你再登我的门 小妞儿是归刘嫂养着 可打到哪儿 许六也是小妞儿的亲爹 往后啊 别人家的事你少掺和 我还有正事呢 没工夫陪你对闲话 走人 走人 不就是个混事的姚劲儿吗 我让你王博丹八辈子聚火 生出孩子又龙又瞎 缺隔不少腿 咱早点瞧 我非让小妞儿管我叫妈不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和您那样的百姓 秋天的雨 冲天的风 哭出的泪 笑出的声 三十年的故事 就讲给您听听啊 就讲给您听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爷们儿 哥们儿 娘们儿 姐们儿 都是和您那样的百姓 冬天的雪 夏天的风 厚厚的海 深深的情 三十年的故事 就讲给您听听啊 就讲给您听听 摇启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